好 来 下面再看一段几样学生累啊 讲不动了 越讲越多是不是啊 因为大家的问题越来越多 其实很好啊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啊 这个叫这个练习啊 练习四啊 我其实比较喜欢讲课啊 我喜欢跟大家说聊天这个讲课 然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啊 这个跟那个 我如果以后 当然我这个我这个估计也没有机会了 我如果要是不当老师的话 我其实更想当一个相声演员啊 但是这个应该这辈子没机会了啊 跟大家聊聊天是不是 然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作业不讲啥时候讲的啊 总有要讲的时候啊 是不是啊 而且这个再不讲的话 我闺女你们都忘了 都凉透了没啊不 不讲不行了 这个就前天的作业了是不是 来 class啊 这个student啊 有一个学生object的啊 来看看啊 来 def 来个下关线 下关线 init啊 这个叫学号是不是 这个叫学号叫什么啊 叫number吧 number 然后呢 再有什么呢 姓名 name age 然后再什么呢 这个性别 记忆的来个sql啊 我也这个这个作业啊 我我其实按照我的这个想法的话 不讲的也不行 因为如果不讲啊 如果不讲你们写的时候那么痛苦 然后我再不讲 那你们已经 你们的痛苦就没有没有意义了没有不 所以最还是得讲啊 本来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想的是让这个作业的话留给大家这个 留给大家那个视频让大家看的啊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效果不行啊 嗯 来大家看这几个 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叫class 叫 班级的叫grid是不是 来一个class c l e s class g r a d 啊 grid 然后继承字 object的 g c t 好 那这个写完之后呢 它里边有什么呢 有这个班级名称啊 来个init 有一个什么呢 也有一个name 还有一个什么 学生 哎 这个学生又要用列表存储是不是 students啊 好 来一个self.name等于这个name self.students 等于这个students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这个班级里边有一些方法啊 我们把这个写过的先给它租掉啊 这个租掉 这里边呢 存储的是学生是不是啊 那这个查看班级里边所有学生信息啊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的 df这个叫show 是不是 显示所有吗 那怎么也显示所有啊 是不是来一个for什么样啊 for这个students in这个self.students 是不是 一个个都来哈 打印一下这个 这个叫姓名啊 有什么这个叫编号吧 编号来一个啊 这个叫姓名来一个啊 然后什么呢 这个年龄啊 还有这个性别啊 还有什么呢 这个叫score分数是不是 点format啊 这个里边呢 就直接拿到students.这个number是不是 然后student點什么这个叫姓名 name 还有student点什么 还有这个年龄age student点 基因 然后sttust student点什么呀 S2好 这个是不是都拿到啦啊 没有问题吧 好 这是它的一个显示所有啊 好 我们现在能先创建几个东西吧 创建几个这个学生吧 S1等于这个student Number 编号是001号 可以吧 这个001这样写有问题啊 大家注意 这个001的话呢 不能够这么写 你要写1号的话呢 这个数字啊 数字不能写001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有没有同意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这个001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问题啊 不行的 圆的那个问题 有同学是圆的那个问题没必要讲 是没有必要讲 其实圆的那个问题 你发现我讲的时候 我的目标啊 并不是在跟大家讲这个圆的问题 其实我想讲什么呢 讲的是有同学这个在过程中 写的过程中 有很多同学传圆组的问题 刚才你们是不是有人问那个圆组啊 有圆组的问题 还有传这个多个这个边量的问题 我这个都给你解答一下 然后呢 我又把那图画了一下 告诉大家这个数据到底咋回事啊 好 这是我讲的这个目的啊 我每一次讲都是有都是有目的的啊 好 这个001这样写的话有问题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他讲过 还记得这个二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吗 如果啊 如果数字怎么样呢 数字以这个以零开头啊 以零开头 就是他再怎么样呢 在python2里啊 在python2里表示什么呀 表示这个八进制啊 在python3里边已经不支持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以零开头 明白不 这个地方会有问题 明白吧 python3.7不再支持这种语法了啊 所以你要写1的话就写1 明白吧 1号就是1号 或者说你要怎么办呢 你说老师我写个001 我来一个字符串也可以明白不 数字不能再这么写了 数字要么只能写1 要么写个字符串的001 好 几周顿的number有了啊 把这个放在这儿啊 还有这个name 比方说他叫什么呢 叫张三是不是 然后再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age age多少呢 18 好 今天都是一个男 M-A-L-E-M-E-L 然后这个score多少呢 是这个80分 好 再来一个多来几个 来个这个2 然后这个叫李四 他多少呢 他这个19岁 他的分数多少呢 还得来几个不及格的是不是 50 这个编号不能一样啊 2 来个5吧 随便写啊 来一个10 编号10啊 那这个李四呢 叫这个Tony吧 20岁 他分数多少呢 他分数是70 我们就来4个吧 然后再来一个 这编号是几的 编号是7 随便写啊 Jack 他也18岁 他是一个female 是不是 然后呢 他这个分数是90分 S5啊 这个编号是几呢 是这个4 然后呢 这个来个Harry 然后呢 他多少呢 19岁 他是一个female 可以吧 然后呢 他分数是多少呢 来个 也来个 来个来个 来个56分吧 好 这么一堆数据 好 没有问题了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数据怎么样呢 放到这个Grid里边 来个G 等于这个GID Grid 好 这个班级叫什么呢 班级的名字叫这个 智障中二班 可以吧 不能叫智障啊 这个太难听了 就叫中二好吧 中二班 可以吧 中二班 好 那我们这里边呢 有一个列表 是不是要有学生都放进去 S1 S2 S2 S3 S4 S5 是不是把这五个人都放进去啊 好 那他现在就有这五个人了 我现在想要显示所有的人的话 G点show out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来运行一下走 这个地方呢 所有的学生都会拿出来了 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 那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 查看不及格的学生的信息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不及格的学生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不及格 来个DF 这个叫FA 这个F FA Field 这个S2 是不是 好 不及格的学生 怎么样 讨论这个不及格的学生啊 大家还记得一个东西叫filter吗 内置函数还记得不 然后这里边写什么呢 写这个条件 还记得吗 lambda 然后这里边写什么样 student 然后这里边写什么样 student 点什么呀 点这个score 小于60 小于60 这是条件吧 是不是 然后呢 再把谁放进去呢 Self点 student 还记得这个filter吗 还记得这个filter吗 是不是过滤啊 过滤什么呢 过滤这个成绩啊 这个这个里边是元素 元素的成绩小于60的 好 元素的这个score小于60的 好 我们拿到一个list的 再把它变成一个list的 然后呢 其实也不用变list的 它就是一个可迭代对象啊 来个这个叫x点它 好 来打印下什么呢 print啊 来个 大家注意啊 这个filter啊 这个拿到的结果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那我们写个 来个f叫什么呀 f Ailed啊 Ailed啊 Filled 它是一个 嗯 可叠的 Filled的这个 怎么说呢 起个啥变量呢 啊 result吧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拿到了所有的这个 不及格的满足条件的过滤的嘛 是不是 好 然后再来个for什么呀 studentin result啊 打印一下啊 这个叫student 这个老这么打也有点烦是不是 老这么打挺烦的啊 我这样干好 我不这么打了 每一次打都得都得格式化一遍 是不是太烦了呀 df retend什么呀 retend它 大家看这里边写什么呀 self 就是我直接把这个对象 把对象的这个str方法重写一下 免得我每一次都打印它 太烦了啊 self啊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打印这个student的就行了 它会自己掉这个什么呀 掉这个student方法是不是 那现在这个地方 也直接打印student就行了 student 这个写个x吧 来运行一下走 哎呀不对 还没掉啊 这个叫 寄点什么呀 寄点这个field的这个student 是不是 来运行一下走啊 大家看现在这个地方不及格的50的56的是不是就来了呀 看到没有 这个filter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跟他讲过的啊 讲过吧 lambda表达是filter是不是说过 还有印象吗 各位同学 对啊 好这是一个啊 好这是一个啊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def啊 这个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 嗯 什么呢 啊 降序是不是 order一下是不是 order排序一下啊 哎 降序还是升序 降序啊 降序 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orderstudent是不是 来进行排序啊 来进行排序 那这个排序怎么写呢 嗯 排序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写啊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最简单的排序方法 就是这个self.stud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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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 这个叫o 这个叫sot排序 排序的时候 这里边怎么写呢 写一个lambda表达式 这里边按照什么来排呢 你这个s的这点score scre score来排序是不是 好那这个里边呢 排完序之后reverse啊 reverse 排序的话呢 要倒序是不是 reverse等于什么呀 等于tru是不是 倒序是不是 那这个做完之后 大家注意 这个学生啊 就已经有序了 是不是 嗯 还有一个按照指令学校查询的吗 我给我给吃了 第二个是吧 刚才漏了 漏的话 待会我们来看啊 好 先把这个降序的给它写完啊 降序的话呢 大家注意 这个写法的话呢 有两种啊 就是看你降序到底怎么降 你看啊 这种写法的话呢 大家看啊 我们把这个给它注掉啊 记点这个order这个studentstudent啊 那我们现在再来个什么 打印一下啊 print来个for什么呀 for这个s in student in这个g.student啊 print一下这个student啊 大家看现在有没有序啊 运行一下 走 哎 怎么了 sod takes no positional arguments 我们这个sod怎么了 我看看啊 list啊 不是这个啊 list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list的 它是啥情况啊 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我传单传错了吗 list啊 这个里边有个sod方法 是不是 opqrst啊 sod sod的方法啊 这个sod方法的话呢 它是 哎 不能reverse吗 啊 对 k啊 是不是有个k啊 对啊 直接修改我们这个叫 self.student啊 这个属性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一种方法 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叫thirty的啊 thirty的里边写什么呢 self.student啊 然后呢 这里边写什么呢 key等于这个lambda 然后呢 写一个s 然后这个s.su.i.es go reverse啊 等于什么呀 等于这个true 还有这种写法 看到没有 这种写法啊 大家注意 这两个写法有什么区别 知道吗 嗯 大家知道这两种写法 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写法 是不是直接就把16顿子 给它改了呀 那这种写法啊 大家看下边运行一下 你看这个呢 依然是无序的 看到没有 还是80 50 70 90 56 还依然是无序的 为什么这个依然无序啊 嗯 这两种写法 注意啊 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种写法的话呢 你直接写完之后啊 它就直接就把这个grade里边的这个students啊 grade里边students就给它改了 这种写法是直接改students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这个是不是 这个会修改原来的这个数据吗 我们跟大家讲过 不会修改原来的数据 是不是 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结果啊 这个呢 需要一个结果 看到没有 retend 那这个地方呢 你得怎么样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直接就改这个g的students 就是上面的这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不改原有的数据 我怎么样呢 sorted的 然后拿到一个返回一个新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有序的啊 来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叫 x等于它 那现在印什么呀 印这个x 大家看看 再来 运行一下 走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有序道的啊 就是两种方式啊 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是直接修改这个学生 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不修改这个学生 然后呢 不修改学生 把这个排序以后的这个数据呢 拿到一个新的结果 然后呢 再把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再把这个结果拿到 我们掉这个函数 拿到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再来排序 那其实这个sort 这个sortens啊 我们问一下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g点这个sortens sortens 它依然是个无序的 是不是 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这个g点sortens 依然是一个无序的啊 依然是一个无序的 因为我们没有改它 我们只是对它进行排序 得到一个新的列表 新的列表是排完序的 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吧 各位同学 没有问题吧 好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啊 是不是讲过啊 讲这个sort和这个sortens 这种的方式啊 我们都讲过啊 好 OK 这是一个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叫 getstudentbyid是不是 好 来一个 def啊 这个叫getstudent 这个byid啊 by这个number吧 好 这个叫number是不是 好 来 这个里边怎么写呢 根据号码来传 来找这个数据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 给一个number呀 来个n是不是 来个n吧 好 那这里边怎么写呢 就是for什么呀 students吧 我们就这么写 for这个s in这个self.students啊 我一个个看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这个s里边的什么呢 点这个number啊 等等于什么 等等于n干什么事呢 直接把这个什么呀 把这个s反过回去 是不是 是吧 那最后的话 又是forelse语句啊 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办呢 来一个retain一个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用户怎么样的 用户未找到啊 未找到 大家看 能看得明白吧 这个就是getstudentbynumber啊 这个很简单的啊 就直接一个便利 便利完了之后 一个获取 是不是就行了呀 记点这个getstudentbynumber啊 那我们来个仅呢 number是1 1号有没有找到啊 1号是不是能找得到的啊 点print啊 那我们看看 1号运行一下走 你看 找到1号了 打印1号的信息 是不是叫1 是吧 张三18 没有 80分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地方 我如果找到的话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s 给它反过回去啊 也就是直接把我们这个张三 这个编号为1的这个数据 返回回来了 我直接打印它 直接打印这个数据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啊 是不是会直接调这个数据的 str方法呀 str方法里边 是不是把它的姓名啊 这些信息 是不是都列出来了呀 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啊 好 把这个提醒 对呀